这一日,虽是冬日,难得出了个太阳,暖洋洋照着很是舒服。 嘉宁帝如今既挂着幼子,锦妃虽低调,却也不敢拂逆皇帝,隔上两三日便会领着韩芸前来觐见。 今日日头正好,他便领着韩芸去了尚书阁。 韩芸才三岁,正是粉雕玉琢,四个软绵绵团子的时候。 嘉宁帝见着稀罕,一把牵过幼子去了御花园赏雪景。 锦妃安静地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温顺的眉眼带着淡淡的笑意和满足。 即便有太阳,御花园里也比暖阁要冷上许多。 韩芸才走了几步便撅着嘴,扒拉着嘉宁帝的大腿哼哼唧唧地要抱。 锦妃面带惶恐上前一步就要接过他,却被嘉宁帝白手制止。 陛下。 吴氏,他小着呢,朕还抱得动。 嘉宁帝笑着俯下身就要抱起幼子,却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动作。 他眉头一皱,转身朝鹅卵石铺成的小镜口看去。 陛下,陛下,不好了,殿下他。 赵福匆匆忙忙跑进御花园,脱口而出的话,在看见锦妃后生生卡在了喉咙里。 他滑稽地停住脚步,朝嘉宁帝和锦妃行了个礼,傅佑巴巴朝着嘉宁帝看去,一向稳重的脸上满是着急。 瞧见眉头带着薄汉的照幅,锦妃一愣,这位全卧进宫几十年的内宫大总馆,皇宫里除了皇帝外最是深沉难懂的人,居然也会有如此忐忑不安的时候。 殿下,说的怕是那位远在西北的太子爷吧? 过了一会儿,锦妃竟未听见嘉宁帝的回应声有些诧异,正要抬手看去,却突然听见韩芸的哭泣声。 他急急抬头微微一震,嘉宁帝立在雪地里,面容阴沉冷冽,一双眼狠狠盯住照幅,牵着韩芸的手因为用劲而爆出青筋。 韩芸手腕上极快出现大片的红痕,疼得他小声啜泣直掉眼泪,锦妃虽着急,却不敢言半句,只恳切地朝嘉宁帝看去。 韩芸的哭声同时惊醒了嘉宁帝和赵福,赵福见嘉宁帝这模样,误得想起一年前安宁公主战死沙场的消息送来时,他也是这般荒岌的禀告。 怕是陛下以为太子殿下他,陛下,殿下,尚还安好。 赵福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却像是救心丸一样,解救了院中所有人。 嘉宁帝早在韩芸窟的时候就察觉到自己的失态,他把韩芸朝锦妃递去。 朕还有事,你带着云尔回定云宫吧。 锦妃输了一口气,芒不迭接过韩芸的手,行了一礼,就欲朝外退去,却撞上嘉宁帝有些淡漠又深不可测的眼神。 刚才爱妃听到了什么? 这眼神太过陌生,和这半年来对他温柔宠爱的那个帝皇仿佛不是同一个人,锦妃瞬间便明了,浑身一颤,吻了吻心神,镇定道。 臣妃今日看着日头好,带云尔和陛下逛逛园子,云尔人小好动,在地上磕了一跤伤了手,臣妾只能先带他回去诏医医诊治。 嗯,下去吧,爱妃一向谨言慎行,朕很放心,把太义怨怨证照进宫替云尔好好治病。 谢陛下。 锦妃连忙谢恩,牵着韩芸朝外走去,她垂下的眼底极快地闪过一抹复杂和黯然。 陛下随下恩职请太义怨怨证,却连眼神都没有放在韩芸受伤的手按上过。 日日礼说着疼爱幼子,却在只是事关嫡子一句半句消息的时候,便失态到这个地步。 陛下待那位太子爷和其他子女差别如此之大,怕是连已经过去的安宁公主也远远挤不上。 待锦妃出了御花园,嘉宁帝才一步步走到赵府面前,龙纹黑底长靴在雪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印痕。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以一种极冰冷的声音开口。 赵府,给朕提着脑袋回答,什么叫太子上海安好? 赵府虽然以位列宗师,但他在嘉宁帝身边服侍近四十年,对嘉宁帝的臣服深入骨子里。 在嘉宁帝发怒贺问的瞬间,他已跪倒在地,低声回答。 陛下,北秦大将连兰卿放出消息,说要把施老将军的骨骸带回北秦王城,安卫没能拦住殿下。 殿下他领着几个侍卫独自去了军县城。 军县城驻扎着数万北秦铁骑,即便是宗师闯进去也难蹦得出来。 用上海安好这么个稳妥词来报信,还真是为难赵大总管了。 赵府清晰地听到嘉宁帝的呼吸声在他话语落地后猛地一掷,然后毫不出所料,帝王盛怒地咆哮声在御花园内响起。 混账东西! 要抢回石元朗的事故,夺回军县城就是! 大晋上下几十万大军他不用,自己跑到军县城巴巴地去送死! 他是一国储君,一军统帅,不是成英雄的陆林操王! 陛下为了把韩式天下传给太子,几乎用尽了手段和心血。 这半年来,西北战局波绝云轨,袭击太子阵亡于西北的朝臣不在少数。 这都是些宫里头有嫔妃的世家,这些士族在军中有着千丝万缕的殷亲关系。 若他们在西北那处动点阴暗手段,太子可谓防不胜防啊! 从龙之功,外戚之尊,向来最能蛊惑人心。 后宫这一年的争斗说到底,也是为了东宫之位。 陛下以雷霆之怒降罪几位品贴不低的公妃,将锦昭仪捧上妃位,宠爱十三皇子。 还不是为了将士族朝臣的目光引到宫里头来。 可如今,太子全然不顾储君和义军统帅的身份,闯进九死一生的敌城。 也难怪陛下会气成这个样子。 陛下,那毕竟是施老元帅的尸骨。 老元帅速得军心,如今施小将军远在东迁。 殿下如此做,是为了不含万千将士的心,倒也情有可原。 再者,殿下向来心思稳重,他既然敢去,断没有回不来的道理。 赵福可不敢在背后戳寒叶刀子,只能尽量削着嘉宁帝的怒火。 西北远隔千里,消息传到他们手上的时候,太子早已闯进了军县城。 如今说不定,太子已夺回石元朗的骨灰回了铜关。 若是没有回来,遣人去就也于事无补。 赵福压下心底的念头,连提都不敢提。 哼,可知道太子带了什么人一同去。 殿下把吉利和您派去的安卫都带上了。 消息里说,静安侯军也赶去了军县城。 这静安侯军也是个聪慧的,有他在,殿下的安危也可得几分保障。 短短几年,快把大静的天给翻了过来,静安侯军又何止是聪慧呀? 全谋欲新之术,毫不逊于金鸾殿上的帝王。 他若真心去护着太子殿下,殿下这趟或许有惊无险。 但如今,韩帝相争已摆上明面,西北局势也接近尾声。 但是,韩帝两家可是隔着灭门的仇怨,他若想让大静失去储君陷入朝堂之争,那太子。 如此想着,赵福背上生出密密麻麻的冷汗。 果不其然,嘉宁帝听到此言后呼吸一缓又一重,半赏赵福才听到皇帝有些低沉的声音。 飞鸽传书给唐石,让西北的人全都到军县城去接应太子。 陛下,唐将军可是…… 赵福脱口而出的话,很有些让人遐想的意味。 唐家起父于先帝争霸天下之时,在军中一直坚守中庸之道,为军中重将所信服。 朝臣对唐老将军和唐石的印象皆只有四字,守城厚重。 可若按下心来看,拨绝云鬼的嘉宁义朝里各派系世家齐齐伏伏。 太祖崩世后,嘉宁帝肃清朝野大力扶植心腹接掌兵权, 军中被打压斥夺军权的老将们不知反几。 唯有西北边境的唐家安安稳稳。 这些年,众臣皆以为是唐家老实低调,如今看来显然别有内情。 能秘密掌控嘉宁帝在西北的暗卫且屹立多年不倒, 唐家显然是皇帝在西北地界上选出的暗中制衡施加的戾气。 若西北暗卫皆洞,唐家暗期身份怕是会被人察觉, 那陛下筹谋多时的计划。 弟子元的命再重,也比不过朕的储君。 太子若是,朕二十年内再难后继有人了。 嘉宁帝说完转身离去,未有半点拖拉迟疑。 不得不说,嘉宁帝确实是个睿智的帝王。 他看重韩叶不仅因为韩叶是他嫡子, 更因为韩叶是他耗尽二十年心血一手锻造出来的皇朝继承者。 天下太平时,他尚可压制东宫,巩固地权。 可在帝家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崛起后, 韩氏皇朝内,威望和权谋之术能和帝子元比肩者唯有太子。 或者说,帝子元的出现让韩叶成了嘉宁帝皇位继承人的唯一人选。 又是一日,叶,均献成。 今夜是北秦双路节, 连兰清前些十日颁下御令, 在机夜将北秦战死将士和施元朗的骨灰放在城墙上, 供北秦大敬军民祭拜。 祭武开始前, 城牌的骨灰盒被透明的琉璃尊罩着, 安静地摆在城头上。 施元朗的骨灰盒放在最高处也最显眼。 在全城百姓欢庆双路节的这一晚, 连兰清广邀在军县城的北秦显贵和大靖乡绅在师府办盛大的晚宴。 祭武开始时, 连兰清只在城头匆匆露了个脸, 就上马准备离去。 半个时辰后, 将施元帅骨灰单独送回将军府。 是, 叫。 连兰清说完就骑马离去, 城头人群攒动, 听到他这一句的实在不在少数。 师府大门口守卫的将士和往常一般并无增加, 也无刻意减少以掩人耳目。 门前两盏大红灯笼照出盈盈暖光, 从正门口铺陈的将红毛毯一直延伸至回廊深处。 从老远看来, 师府喜庆而热闹。 转过回廊, 大堂内灯火璀璨, 卑躬交错。 那堂门口站着一位武士开外的长者迎接宾客, 他一身显贵狐福, 精神绝朔。 这人是连府管家连红, 他一直随军照料连兰清起居, 这次晚宴也由他一手操办。 此时, 连红正勤满笑意招呼每一位入堂的宾客, 众人只觉连府管家和善, 却未曾察觉他接过情铁细细摩梭分辨真假式的慎重精明。 连红细心地打量堂中众人, 不时朝堂外望上两眼, 等连兰清回府。 为引大敬太子入局, 他知道自家少主筹谋多时, 从数月前搬令允大敬百姓入军县城寻亲开始, 到今日的晚宴可谓耗尽心力。 军令颁布后, 军县城外松内紧, 进来了不少大敬人。 最近半月, 为防探子, 军县城的布防更是三日一换。 今夜, 小小的师府内暗藏三千铁甲军, 一旦发出的所有擎铁禁数收回, 城外军营的两万精锐便会立刻包围师府, 师府的所有宾客有尽无出, 只要寒夜赶入府, 定会插翅南飞, 沦为瓮中之变。 但有些情况也未在莲洪预料之中, 他暗暗叹着气, 不时扫一眼临窗处端着酒杯小酌的墨天, 有些头疼。 唉, 陛下不是前几日就和将军商量好, 行动这日留在梧桐阁, 那里有桑岩守着, 安全无余,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桑岩又去哪里了? 若是寒夜已经混进内堂, 等会儿混乱之中误伤陛下, 或是拾出了陛下, 岂不是横生之间? 他一边发愁, 一边在心里过了一遍收到的请帖数目, 还差一张, 应该是那位朗城西家的小姐西云焕了, 西云焕出现在军县城并拿走一张请帖的事, 早已不是秘密, 这个西云焕出现得古怪蹊跷, 主子吩咐过, 要等到此人进来才能丰富。 莲洪皱眉, 正准备去劝说墨天回到梧桐阁, 突然被一人拦住。 莲总管。 来人一副阴雅的嗓子, 听着有些让人个影, 莲洪抬头, 见一个三十左右身着绸衣的青年走到他面前, 这人脸上梁撇小胡子特别醒目, 目光浮夸, 神情谄媚, 向他做了个依。 莲总管请留步。 莲洪认得此人, 是城东绸缎庄李家的表少爷李渔, 这一年北秦大军驻扎于军县城, 虽然梁草有国内送来, 但莲兰青并一众武将的长服, 却是由李家的绸缎庄提供。 李家久居墨北, 熟知北秦服饰的样式。 因着如此, 军县城虽陷落, 李家的日子倒也还过得去。 自从数月前军县城解禁后, 李渔从附近城池投奔旧父而来, 算是最早入军县城的大静人。 他入城后, 李家把和将军府打交道的生意交给了他。 莲洪起初很是防范此人, 但几次交道打下来, 他官出此人只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势力生意人, 实不像大静太子假扮。 当时将军还未将御令颁下, 韩业也用不着前进城内。 况且将军府每一月半购置衣袍的时候, 李渔皆在场, 那时韩业远在惠安城坐镇指挥, 又如何能出现在军县城? 如此重要的时候, 莲洪自是懒得理会一介商骨, 随懒懒问道。 何事? 莲总管, 上次跟您提过, 我和舅父想在景阳城和兰硕城里, 也开两间咱们李家的绸缎铺子。 但如今这光景, 这两座城咱肯定进不去, 所以想请您在连老将军面前提一提, 看能不能为我做个引荐。 您放心, 要是能把生意做到北京去, 以后我们免不得会多孝敬孝敬您老大。 李渔说着拉拉莲洪的袖子, 朝自己宽大的碗袖李一纸, 露出一方半揭开的木盒, 里面握着两颗冬珠发出盈盈之光。 虽不是上好的货, 但在如今却也算得上是好东西了。 莲洪脸上当即露出一抹不耐烦, 国土沦丧战乱之时, 还只想着倚靠敌军发财, 果真半点骨气都没有。 将军今夜主持双路晚宴, 忙得很, 此事以后再说。 他说完就准备跨过李渔, 却不想一溜的大镜商人今夜入府参宴都是打着这个主意。 见李渔起了头, 一个个蜂拥而上, 拉着莲洪送礼说情, 一下便把他围在了那堂中间, 好不热闹。 一时, 大堂内的北秦人望着堂中的景况, 皆嗤之以鼻, 小声嘲弄起来。 李渔满头是汗地被众人挤出莲洪身边, 他连着声叹气, 显得有些无奈着急。 被团团围着的莲洪也正憋着气, 若不是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早就将这群人给拖出去了。 他透过缝隙朝墨天坐着的窗口望去, 却不想正好瞧见墨天提着酒壶出了那堂。 他神经一顿, 当下便有些着急, 却未发现在一旁立着的鲤鱼, 目光轻描淡写落在墨天身上时, 带了一抹稍纵即逝的深意。 黄金有价, 沉暮难求, 云下之上尽人皆知。 即便是显贵侯门之家, 平日里得了几尺剑长的沉暮, 也会视若珍宝, 供于宗祠, 祭祀祖先, 庇佑后人。 事已, 当灯火通明的街道上, 远远驶来一辆完全由沉香墨制成的黑色马车时, 走南闯北有些见识的人, 皆不可置信的邓大言, 满是惊愕地驻足朝马车望来。 这种战乱的时候, 军县城里还能出这种大手笔, 也不知是哪家熏贵。 待望见马车头上插着的 鸣声赫赫的血红贪狼精旗时, 众人才回过味儿来, 不愧是老牌军武士族。 朗城西家的西云焕大小姐 一出手便是颇天的富贵和派头。 蒂子元懒洋洋斜靠在软枕上, 一双眼半合半闭, 车外热闹的景象对他来说 油若助眠的夜去, 如意偏着头打量他, 倒是满心佩服。 能这么单枪匹马地创金龙探虎学, 也真亏侯军能耐得住性子。 自从蒂子元承袭帝家爵位后, 墨北蒂家这一支对他的称呼 也从子元小姐换成了侯军。 侯军, 桑岩正在满军县城的捉咱们, 咱们这么大张旗鼓地去将军府, 还不得被他逮个正着。 如意和怨书的性子有些相似, 但不比怨书内里藏着的弯弯肠子, 他耿直得很。 蒂子元睁开眼, 何止敲着膝盖。 就是要让他知道咱们来了, 秦夕运换之时是个秘密, 要在偌大的军县城寻人, 也不是装简单事。 桑岩必定将墨天的护卫队给带了出来, 我若偷偷摸摸入府, 就凭你们两人还拦不住北前的十几个高手。 若我招摇过势, 满城的百姓看着, 桑岩也只能按兵不动。 何军, 咱们不是要把那桑岩引走吗? 若他跟着咱们回了师府, 以他的本事, 我可擒不住那北清过去。 无妨, 咱们大张旗鼓让他动弹不得。 桑岩奉皇命拦我, 情节之下必定会录了行计。 君叔的庆功在西北地界上无人能及, 有他拦住桑岩, 桑岩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师府。 小姐, 连家的护卫把石原帅的骨灰盒送回来了。 弟子园闻言眉头一皱, 掀开马车不连一脚, 朝窗外望去。 身着紧色盔甲的护卫队, 绵延百米, 刀脊横握, 神情严肃。 队伍中间两人, 抬着琉璃尊盖着的墨黑骨灰盒, 缓慢踏步从街道尽头而来。 施元朗此人, 于大静边陲子民是汉死魏国的战神, 于北秦百姓是文风丧胆的敌帅, 但无论于何国, 他的死都是汉事。 事已, 当他的骨灰盒从城门上被送回的时候, 刚才还热闹繁华的街道突兀地安静下来, 拥挤纷闹的人群自觉而沉默地分开了一条道, 让这对护卫通过。 当或悲伤或敬重的目光自临近的百姓眼中重重投来时, 不知怎的, 护着这传奇将帅骨灰的北秦护卫, 竟不自觉地微微偏过头, 躲开了这些目光。 以过世之人的骸骨引敌而出, 对将士而言总归过于阴暗。 弟子元的目光, 在施元朗的骨灰盒上熏寻了片刻才收回, 他放下布帘, 神情沉下。 明明可以快马走近路将骨灰送回将军府, 却偏偏安排重兵绕过半座城的街道, 这段回程分明是隐寒夜出手的第一步, 跑在寒夜部下的探子一早便查明士元帅的骨灰早已藏于师府书房密室之中, 书房四周守卫并不算多, 如今招摇而过的不过是个假货, 灯引开桑岩至横住墨田, 连兰清投鼠机器, 寒夜抓住时机夺回士元朗的骨灰, 离开将军府也并非不可能。 长青, 转道向右。 是, 小姐。 马车外直边的青年硬道, 手一挥, 调转马头朝偏僻的小道而去。 西北局势日益紧张, 洛明熙放心不下弟子元的安危将长青遣到弟子元身边, 恰逢此事便跟着弟子元入军县城护卫他的安全。 去往师府的大道本就百姓众多, 护卫队的出现更是堵死了这条路, 眼见着一时半会儿是通不过了。 事已, 这辆沉默马车另行换路也没引起旁人怀疑。 人群中的桑岩也是如是响, 见马车拐进偏僻的小道, 他眼中金光一闪, 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意, 领着十来个内庭暗卫, 悄悄尾随而去。 走。 百姓被双路劫和护卫诗元狼骨灰的队伍吸引, 其他街道不免冷清。 弟子元拐进的小道上隐约能听见不远处的热闹。 只有两三个老者露出浑浊的双眼, 已在门边抽汗烟。 车咕噜的声音游远极近, 他们疲懒地打亮了马车一眼, 傅又垂下头, 默不关心。 桑岩领着人, 引在屋檐后观察了片刻, 没发现异样, 想着这段路是唯一的机会。 见马车正好行至小道中间, 他打了个手势, 屋檐上的暗卫将容貌遮住, 分成两股向下拦去。 数个人引加着强烈的战役席向马车, 那马昂头丝鸣, 陡然停住向前的蹄子, 惊慌朝后退去, 惹得马车一阵颠簸。 长青用内劲握住缰绳安抚住马儿, 才稳住了马车。 车内, 弟子员在车身踮起的一瞬, 拿起了小机上的茶钟一口敏进, 脸住神情坐直了身子, 如意全身紧绷, 抬手扶在一旁的长剑上, 眉重重骤起。 数个身着普通百姓服饰看不清容貌的人, 手握弯刀, 团团围在马车周围。 恰在此时, 桑岩蒙住脸一声爆喝, 挥着一柄乌金弯刀从屋檐上跃下, 直直向长青鹅心刺去。 墨天要活捉的只有西云焕, 他可不会顾及一个护卫的性命。 解决了此人, 西云焕自然手到擒来。 桑岩生了一击必重之心, 这一刀此来雷霆万钧, 青年仿佛被强大的杀意笼罩, 直愣着眼一动不动。 桑岩唇脚勾起志在必得的笑意。 弯刀临近眉心的一瞬, 出乎所有人意料, 垂眼坐在车架上仿佛已经吓傻的青年猛的窜起, 一根铁棍突然出现在他手中, 竟毫不躲避地朝桑岩手中的弯刀营去。 棍刀雷霆相撞, 强大的内劲引得一声巨响, 飞沙走势中只看见两个人影急速分开, 长青借着内劲在空中回旋几步, 才重重踩在马车车岩上。 他脚下的车架出现几条碎裂的细纹, 长青眼神一暗, 藏起握着长棍有些颤抖的手, 把口中涌上的鲜血又咽回了喉咙里。 哼, 长青微不可见的陈亨生传进车内, 感觉到刚才马车外灵力的一击, 弟子元敏锦唇, 眼里的担忧一闪而过。 如意拿起长剑就要冲出去帮忙, 却被弟子元压住手, 他朝如意摇摇头, 隔着布连望向车外的眼底, 犹若附上了一层寒冰。 桑岩要活捉的是西云焕, 只要西云焕不在, 他并不会耗费内力节外生枝去伤长青的性命。 桑岩落在地上只退了一步就稳住了身形, 他望了不动如山的长青一眼, 神色很是难堪。 那晚狼我欠西云焕的人轻功虽好, 内功却平平。 这个护卫内劲虽不如我, 可我若想在片刻内活住西云焕也绝无可能。 想不到西云焕身边, 居然高手如云。 阁下是何人? 朗朗乾坤当街行凶, 莫不是弃我朗城西市无人。 西云焕是未来的北前皇后, 若是知道我曾经劫持过他, 还对他身边的贴身护卫毫毫不留情, 之后我定会成为中共之主的眼中钉肉中刺。 隔壁街道上, 抬着施元朗骨灰的护卫队愈行愈远, 见有脚步声朝这条街道走来。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桑岩威一抬手, 不顾前辈的身份, 领着暗卫挥舞着弯刀再次向马车攻来。 一时间, 被包围的马车在漫天刀影下游弱孤舟。 正在此时, 街道门店前, 浑浊无神的三个老头突然眼中金光闭露, 将手中的烟斗朝攻向马车的暗卫扔去。 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被烟斗击中的那三人身形一致, 手中的弯刀自空中落下, 整个人也朝地上落来。 三个老头身形一动, 从不同的方向踩着落地的暗卫合成围攻之势, 将其他暗卫拦住。 没了其他人何为, 常轻迎向桑岩, 把他牢牢拦在马车一米之外, 让他再难进一步, 场面局势瞬间僵持住。 桑岩瞥了一眼那几个突然冒出来搅局的老头, 一眼认出为首之人便是那碗拦住他的人, 他心底陡然一惊, 生出荒谬的感觉来。 明明是他来勤西云换的, 怎么如今的情况, 竟像是他被设计了一般。 还来不及细想, 猎马长思生在身下响起。 那碗跟在西云换身边的丫鬟, 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车架上, 挥舞着马鞭, 从几人打斗的空隙中, 驾着马车向街尾奔驰而去。 桑岩脸色大便, 身形一转就要去拦, 却被长青死死困住, 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马车飞速转过街角, 失去了踪影。 军家书房内 军璇正坐在书桌前 查看这几日探子传回的密信。 此时, 一只信鸽从窗外飞进, 扑哧扑哧落在他手边。 这个时候, 怎么会有密信传来? 他神情一宁, 拆下鸽子脚边的密信展开。 军璇扫了一眼, 猛地起身, 慌乱之下竟将桌上的杯盏掀落在地。 清脆的琉璃片在地上打转的声音, 惊醒了他。 来人, 背马! 军璇大跨起步, 匆匆朝书房外走去, 一项冷静自持的声音里滑过一抹颤道。 那封密信打着旋落在地上, 只灵星瞧见潦草的两句话。 海骨埋进交, 今夜之局乃引军入梦, 承交两万北秦铁甲军半课前受令, 为师父反闯出者力珠。 施元朗的海骨早已埋在城外的石家坟中里, 书房内秘密藏好的骨灰也是陷阱。 寒夜只要出现, 断无机会再从地道逃出。 连蓝请机关算计, 请举城兵力围杀寒夜。 从一开始, 他布下的就是一场毫无活路的死局。 紫园陪寒夜同赴紫园, 无异于共赴皇权。 载着帝紫园的马车, 在驶离北秦暗卫围追阻截的街道后, 急速朝师父而去。 如意拐角时朝身后回看了一眼, 他看见长青尚能困住桑岩, 才敏锦淳握住缰绳引着马车离开。 不过片刻, 马车便只隔师父大门百余米。 这条街道人声鼎盛, 即便桑岩追到, 也不敢再轻易动手。 如意输了口气, 远远望见连蓝青从马上月下进入大门, 才朝马车里低声道。 小姐, 咱们来的时间正好, 看看连蓝青回府了。 等半课钟后再进去。 师父大堂内, 连虹被一众商人围得团团转, 眼见着墨天离了护卫保护, 一个人在庭院里越走越远, 这群平日里低眉顺眼, 千和低调的大镜商人也不知怎么回事, 今日力气格外的大, 脸皮也格外厚。 连虹急得吹胡子瞪眼扒拉着围着的人, 却还是有意无意地被阻在原地。 师父的修建格局传承西北建筑的大开大合, 堂外跨过庭院连着正府大门, 左边一条回廊直通梧桐阁, 右边穿过拱门沿着鹅卵石小道拐个弯就是书房。 此时, 墨天引在回廊的阴影后, 副手沉眼望着庭院入口处。 晚宴已经开始半个时辰, 桑岩带了十几个进攻高手, 怎么会带不回一个西云焕? 除非, 连兰青去城头主持几次大理的消息数日前就已传出, 难道西云焕去城头拦倒了吗? 将军到! 墨天心底的念头刚刚冒出, 大门口侍卫的喊声传来, 连兰青的身影远远可见, 墨天青疏口气, 皱起的眉头展开, 看着连兰青大步朝内院走来。 连兰青入府半课中后, 如意掐着时间赶着马车向师府大门驶去, 一靠近便被守门的侍卫拦住。 嗯, 里面可是西小姐。 丈高的北秦侍卫朝马车上迎风而展的贪狼荆旗看了一眼, 脸上的神色从谨慎变成了敬重。 这是今晚入府的最后一张请帖, 想不到竟是西云焕池铁而来。 如意沉稳地点头将请帖递出, 一副大家风范。 连将军威名远传朗长, 我家小姐也有所耳闻。 前日夜里, 小姐迎了一封连将军晚宴的晴天, 今日特来拜见连将军。 我家将军一向仰慕西老元帅, 小姐既有心见将军, 寻个矿闲时后来就是, 不必居于今日。 这侍卫看起来有些迟疑, 话还未完, 身旁的侍卫已经重重戳了他一下, 眼底露出一抹不赞同。 这侍卫自知诗言, 移开身子, 朝礼一白手。 将军刚刚回府, 小姐来得正是时候, 请西小姐下车入府吧。 他话音刚落, 一只修长的手掀开布连, 弟子园已从马车上走下, 立在他面前。 弟子园披着一件藏青大厂, 衬得一双手洁白如雪。 门口的几个侍卫由下即上, 还来不及在心底评判这位远在朗城的西小姐的容貌, 便不由得都愣住了。 说句实陈话, 这位西小姐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 只是当望见她那双墨色的眸子时, 便没人敢在她身上再用上美人如此肤浅又轻薄的词。 怕是江场上浴血数年的普通将军, 亦没有眼前这位西小姐气势凛冽。 怎么, 递了请帖, 我还是不能进。 哦, 能, 能。 被这清冷的语气一震, 几个侍卫回过神, 慌忙朝一旁挪开, 愣是给弟子园足足腾出了一整个大门的道出来。 领头的侍卫毕恭毕敬低下头, 朝大门内抬手引去。 西小姐, 请。 忽然一阵寒风起, 吹得门前的大红灯笼左右飘摇, 弟子园嘀嘘一声, 脸上浮现一抹不正常的红韵。 一年前散功之时她损耗过大, 虽有姑祖母拿来老头子的丹药疗伤, 却伤了根基, 这一年征战沙场未得片刻休养时间, 完极也就落了下来。 每逢寒日, 受损的心脉必会隐隐作痛, 影响功力。 如意闻声朝弟子园看来, 眼底划过一抹担忧。 弟子园朝他安抚地摇摇头, 拢了拢大肠, 对着门口的侍卫抬了抬下巴。 上前带路。 这几个字从弟子园嘴里吐出来, 满是不容智慧的威严。 领头侍卫正了正, 竟真的低眉顺眼, 默默领着弟子园和如意朝内院而去。 拐过石拱门时, 盔甲摩擦的稀疏声从背后传来。 如意用余光朝后扫了一眼, 只见一对手握长挤的黑甲侍卫从内门涌出, 将大门四周严严围住。 连家的黑甲军皆有异夫当官万夫莫开之勇, 如意心底陡然升起一阵寒气。 他垂眼看了看弟子园悠闲的脚步, 慢慢平静下来。 大门重重闭合的声音隐隐入耳, 领头侍卫见弟子园和如意神情如常, 未有半点慌乱, 将心底最后一丝怀疑彻底放下。 一主一谱两个女子走进这龙潭虎穴插翅南飞的将军府, 若不是真的西家小姐绝技不会如此坦荡。 大门外, 领着护卫一路飞奔而来的军悬, 看着缓缓紧闭的师府大门, 神情凝重。 军汉,传令下去,计划提前。 小姐,大惊的军队还没来, 咱们要是现在动手。 一年前城池陷落后, 军家便着手将暗秦埋入北秦军内部, 只等大靖军队攻城之时, 理应外合, 一举摧毁北秦军队, 驻大靖夺回军县城。 若是如今贸然动手, 这一年的筹谋隐忍, 岂不前功尽弃? 举国之乱, 岂是一个军家能力挽狂乱? 寒夜和紫园要是死在军县城里, 便将大靖军队青龙无首, 不出三年大靖避亡。 去吧。 是。 还有, 城内的事由你做主, 挑十五个死事, 跟我去屋里厅。 小姐, 侯军若是从师府内逃出, 必走屋里厅。 皆是连兰青势必率率大军围堵, 您留在城内坐镇, 让我去接应侯军。 不, 和连兰青的最后一战, 我一定要亲自去。 这一战, 无论生死, 都是他军悬对师家上下几十口 和满城百姓的交代。 他不去, 死生难安。 成什么体统。 连兰青走进内院, 望着大堂内被团团围住的连红, 沉喝一声。 连兰青的喝声杀伐果断, 带了几分军武之气来。 堂中的生意人哪受过这等威压, 一下子便被吓得从连红身边散开。 连红输了口气, 摸摸额上的热汗, 快走几步行到连兰青身旁。 将军, 只差最后那封 在西小姐身上的请帖了, 今日拿帖子进府的人都在这儿, 只是公子今日宴席一开便出来了, 老奴怎么劝都不肯留在梧桐阁。 公子去哪儿了? 连红回禀的声音被噎在嗓子里, 连兰青寻着连红的手望向院子, 没有看见墨天的人影, 当即神色一沉。 为了千寒夜, 师父里头来了这么多身份不明的大靖人, 虽有黑甲军相护, 但若有人识出了墨天的身份。 连兰青一边想着, 一边朝大堂内看去, 一屋子纸醉金迷谄媚不安的大靖商人, 哪个瞧上去都不像大靖太子寒夜。 连红随着连兰青的目光, 也朝堂内看了一眼, 总觉得满堂战战兢兢的大靖商人里, 看上去缺了点什么, 可一时之间, 却又想不出来。 连某入城一年, 多得诸位平日里的照抚, 今日晚宴, 诸位尽兴便是。 寒夜如果真的入了府, 自然会出现, 只要陛下的身份不被识破, 我们便没有任何弱点。 看来只有那个西云焕还未入府。 西小姐到。 连红青一挑眉, 抬眼朝外院入口看去, 一个气势凌厉的女子 披着藏青大厂恰好走近, 这人步伐缓慢, 行走之间却有着 势不可挡的锐气。 连红青眼下神色中的惊讶, 迎上前。 不知可是朗诚西家的云焕小姐? 正是。 边疆混乱动荡, 小姐身份金贵, 西将军怎会允许小姐来军县城? 我爹一向管不着我, 国内百姓都说 边疆有将军在, 定会稳若磐石。 我正好有一事要拜见将军, 便来军县城一趟。 恰逢将军要举办双鹿宴, 便赢了一张情帖, 冒昧而来了。 将军莫怪。 子女气质端华, 行事爽利, 确实像军武士家之女。 但朗诚西家的小姐和我次无瓜葛, 有什么事需要见我? 莫非是寒夜派来的? 不知小姐要见本将军, 所为何事? 莲兰青却并未停下, 静止朝着弟子园走来。 弟子园余光里扫见一道人影 从一旁的回廊中走出, 嘴角一勾。 我今日来见将军, 是为了十几年前的一桩旧事。 他话音未落, 奇长的身影插一脚跨近两人之间, 把弟子园挡个严严实实。 莫天低头朝弟子园看去, 目光灼灼, 声音微带怒气。 以你如今的身份, 纵使西老将军再教管你, 还能让你千里奔波来见一介外臣。 内唐依旧公仇交错, 只是偶尔会有一些好奇打探的目光悄悄探出, 外院内却是静默异常。 莫天的声音很低, 只有他们三人能听见。 莲兰青神情哑然, 朝弟子园走去的脚步声声止住, 默默退了一步, 重新隔出一点距离。 莫天能挑明这女子如今中宫待嫁的身份, 可见在此之前, 便已确定她是西云幻。 北秦皇后因病早亡, 这些年中宫空选, 惹得各大世家寄云, 陛下为平衡世家势力, 一直未曾责后, 如今看来, 是已经选定了这位西家小姐。 朗诚铁骑天下闻名, 西红威名有存, 西氏一族, 确实是震慑王城世家和德王的最好选择。 只是, 连西两家早些年老一辈有交情, 西云幻登门拜访也不算出格, 但以她如今皇室待嫁的身份还亲自来接我, 未免说不过去。 十几年前的旧事, 有什么旧事, 值得未来的北秦皇后千里远行边疆, 来见一介外臣? 连兰卿是何等聪明之人, 几乎是立刻就察觉到不妥。 你怎么知道? 你是皇室中人? 北秦皇室则定皇后, 由宗室亲王送婚书是一贯的传统, 如今这张婚事也只有皇帝和皇室中的几位王爷知晓, 君王自古不处威敬, 他如此猜测何情又何理。 末天瞥见连兰卿眼底的疑惑, 心底一沉, 未等他问便道, 西小姐的身份不宜待在此处, 事情办完前好好守着梧桐阁, 只让服侍的人进来, 侍卫一律守在阁外。 是! 看来陛下不是一般地看中这位西皇后。 有旁人在连兰卿不便行礼, 略一点头应下。 墨天说完, 一把拉着弟子元的手腕静止朝左边的回廊走去, 如意垂眉顺眼, 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 他们的目的是牵制北亲王, 为太子创造机会偷回师老元帅的骨灰, 在梧桐阁内的人越少对他们越有利。 转过回廊时, 弟子元不经意朝后看了一眼, 人声鼎沸, 满怨身影, 他却一眼就认出了庭院桑树下立着的鲤鱼。 寒夜说过他会伴坐一人潜入师府, 想来准备妥当, 不会被轻易揭穿。 两人目光交错, 寒夜朝着他汗手示意。 弟子元偏过眼, 跟着墨天毫无所觉的步伐朝梧桐阁走去, 神色却在转过头的瞬间, 微微凝住。 刚才寒夜的目光一直放在墨天身上, 难道? 不, 不会的。 大靖军队未攻到城下前, 北秦皇帝绝不能死在军县城里, 否则城中数万无辜的大靖百姓, 在群情激愤的北秦将士面前, 只能成为墨天的陪葬。 满城兵足一年前为了保护这座城池而死, 如今乱葬岗上的王将, 尸骨未寒, 城墙上的鲜血未散, 被他们用命护下的家人, 绝不能再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 寒夜此行, 应该只是为了石元朗的害本。 其一城百姓, 诸一国帝王, 不是寒夜这个大靖太子会做的事。 庭院里, 连兰青脸著神色, 朝一旁的连红道。 多派一重侍卫守在梧桐阁外, 如有人闯入, 格杀勿论。 是, 陛下不让侍卫进梧桐阁, 也只能在阁外加强守卫了。 将军, 府里的人来来回回寻了好几回, 还是没有发现和大靖太子相似的人。 不用急, 他迟早会出现。 连兰青说着, 朝院内扫了一眼, 瞧见桑树下神情鬼祟的鲤鱼, 眉衣咒朝他指去。 那是何人? 连红寻着他的手望去, 提起的心腹又放下, 语气里带了一分轻蔑。 将军不用在意此人, 他是城中一一房老板的侄儿鲤鱼, 我曾见过几次, 身家倒是清白, 就是有些攀附心思, 左派不正。 两人正说着, 李渔瞧见契机朝连兰青走来, 还未靠近就以连连向两人鞠躬行礼。 小人李渔见过连将军。 连兰青身上带着常年领兵的军武煞气, 今晚入师府的大靖伤人众多, 却没有一个赶进他的身。 看着李渔游远极近, 连兰青微微眯眼, 任由他卑躬屈膝地弯着腰, 未应付一句。 半上, 直到李渔半台的肩膀忍不住颤抖, 小心翼翼抬起的眼底露出清晰可见的惊慌未窃时, 连兰青才汗手开口。 连红, 这位是? 将军, 这位是李家医房的少东家李渔公子, 平日里府里的遗筹都是李公子潜然送来的, 和咱们府上老交情了。 连红心里头不屑, 话里话外却不表露一分, 若是一般平头百姓, 只怕会百般惶恐。 李公子, 今日府上宾客众多, 连某无暇顾起, 还请担待。 当年在施元朗率下时, 便听说过大靖太子韩叶尊贵出臣, 一身争骨, 从不屈于人下, 这种生来便作用万里江山的处军, 怎么可能对着杀了他施长的敌军统帅卑躬屈膝? 简直笑话。 连兰青瞧见李渔脸上的惶恐, 没再把他放在心上, 抬步欲走, 却不想李渔急走两步停在他面前。 连将军, 将军且慢。 何事? 将军, 小人家中有一对叶明珠, 小人是个粗人, 这宝物留在手中也是浪费, 今日有幸得见将军, 小人一点心意还请将军收下。 李渔说得情真意切, 一副被拒绝了天叫他的模样。 连兰青看了锦盒中的叶明珠一眼, 不过有个几十年的橙色, 虽是上品, 却不稀罕。 李公子美意, 连某确之不公, 连红, 收下。 将军, 这是小人祖上所传, 绝非凡品, 定能为将军护身定家。 李渔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将手中锦盒小心翼翼朝连红地去, 连红还来不及接, 连兰青却在这句话里听出了些许讲究, 他开口打断了连红的动作。 既然这对叶明珠是李公子祖上所传, 本帅李英正中以待, 免得辜负了李公子一番美意。 连红, 你领着李公子去后院书房, 把这对叶明珠妥善收好。 书房不是在左院吗? 后院明明只有一间甚少有人打理的书阁, 将军为什么会这么说? 况且书房内藏有石元朗骨灰的消息, 早已被秘密传扬了出去。 这时候书房里外的侍卫严阵一带, 只等寒夜送上门。 把鲤鱼这么个草包, 牵扯进来, 若是坏了事。 看来将军虽然不把这个草包放在眼里, 可却开始怀疑他了。 大惊太子寒夜, 重情重义, 一身孤单。 若他已经混进府中, 唯一想要的, 不过是书房中那供着的石元朗骨灰罢了。 主仆两人都在等李渔的反应, 轻衣常山的青年 却是一脸的感激涕铃, 像是丝毫没有察觉到连兰青的试探, 弯腰一依到底。 不过是一点家传物事, 不敢得将军高看, 礼于避随连管家放好子民中, 为将军护得家宅平安。 连红, 你领李公子前去? 他如果真的是寒夜, 不会不知后院只是一处荒芜的书隔, 根本不是石元朗仓谷之地。 两地南辕北辙, 大惊太子, 不必如此卑躬虚膝来浪费时间。 连红之自家公子打消了怀疑, 对着李渔朝后院一指, 笑道, 李公子, 书房在后院, 这边请。 哈哈哈哈。 李渔朝连兰青又行了一礼, 父才一步一驱, 跟着连红而去。 待两人身影消失在后院小镜深处, 连兰青才不动声色地招了招手。 一直跟在连兰青身后不远处的统领土海 走近几步, 低声问。 将军, 可还是对此人不放心。 你派几个侍卫守在书隔外, 若有一动, 立刻将人寝注。 是。 李渔不会是大惊太子, 最多不过是个寒夜丢出的诱儿。 堂内依旧宫愁交错, 笑声不绝于耳。 连兰青副手于身后, 背对着内堂。 此时的他, 既无对着墨天时的拘谨严肃, 也无僵场上的肃杀领练, 甚至连刚才怀疑的神情亦不在。 他抬手望向漆黑的夜空, 神情平和, 反而更像这十年掩埋过往, 守护着这座城池的那个大镜将帅, 秦景。 连兰青低头, 眼底深处不知名的暗流一闪而过。 这座将军府太过风平浪静了。 离了内堂大院和连兰青的视线, 墨天又变成那个万事在握的帝王, 闲庭散步般拉着弟子园朝梧桐阁而去。 弟子园身上的藏青大厂拂过地面, 如主人一般深沉平静, 如一根在两人身后始终隔着三步远的距离。 梧桐阁外的守卫, 是连兰青的亲兵, 各个榜大妖元, 对连兰青和北秦王室忠心耿耿。 墨天刚一入城, 连兰青便将墨天的安全交给了 这群沙场礼翠过血的汉子们。 这群亲兵对墨天的身份早已知晓, 在他们过往的认知里, 皇帝陛下威严冷漠, 更是出了名对后宫公妃不假辞色。 像这样在边境作战之地里, 抓着一个大姑娘的手乱晃, 简直是能乍翻天的稀罕事。 在梧桐阁内服侍的小丫头显然也被惊着了, 瞅着迈进院门的两人还亮枪了一步, 差点打翻一盅滚烫的茶水。 好在弟子园用上海自由的一只手扶了她一把。 小心点,小姑娘, 烫坏了可就嫁不出去了。 调笑的声音清冷又带点野鱼, 一点不拘束, 浑似自己是个主子。 小丫头脸色胀得通红, 感激地朝弟子园看了一眼, 请罪行了一礼后, 飞快地躲到一边, 为两人腾出了院门口。 这么一打岔, 墨天步履一缓, 看见弟子园带个小丫鬟都平易近人, 眼底浮过一抹意外和满意。 贵而不骄, 强而不横, 百年西家所出的侍女, 足以为一国之母。 西红交了一个刚柔病机的好女儿出来。 被闪瞎了眼的北秦大汉们看着他们的陛下神情愉悦地拉着那位传说中的西家小姐走进了梧桐阁内院, 然后陛下那拂袖一摆, 门砰的一声, 推坦荡地被关上了。 看来这是明晃晃地要亲近家人了。 如意皱着眉头守在门边, 一副寸步不离的模样。 瞠目结舌的守卫固自瞅了瞅, 觉得自家陛下推喉及露骨, 实在不好意思拉开西家小姐的贴身丫头, 便假装没瞧见。 半晌后, 领头的侍卫朝还没回过神的小丫鬟弄了弩嘴。 卓马, 去, 给公子和小姐再泡壶好茶, 做点点心端进去。 是。 卓马弯着眼点点头, 抱着快凉的茶水一溜烟跑远了。 这个叫卓马的小丫头, 半年前在大街上卖身葬妇, 连兰青的这群亲兵正巧遇见, 便发善心买了回来。 卓马性格活泼又机灵, 泡得一手好茶, 坚又被众人所救, 抱了一份感恩的心做事, 很是亲近他们。 这会儿亲兵入驻军县城一年, 平日里见到的大靖人, 不是一脸愁身似海, 就是惊惧惶恐, 难得有个单纯又伶俐的小丫头, 不仇恨他们, 他们便对卓马格外宽容。 请不吝点赞,